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 谁又能晓得 自己竟然真的把这个高高在上的尊神给拉入了这万丈红尘 而且 拉得还很彻底呢 凤九心念一起 一时觉得自己果然很霸气 没有丢了青秋的颜面 非但没丢 反而还发阳光大了 想着想着 便笑出了声 帝君将小狐狸的模样看在眼里 只见小狐狸就这么望着自己 时而傻笑 时而得意 倒是不知在想些什么 就觉得这样的凤九看上去憨憨的 倒是平添了几分可爱 尤其 处在得意之中的凤九此刻忘了收敛 没了法力的约束 红色九尾正悄然在小狐狸身后绽放开来 随着凤九得意的小模样 在身后一摇一摇 融融阳光之下 九根尾巴镀上了一层金色 尾巴之上 那些圆润的短毛 惹得帝君心中发痒 当下 帝君拢于袖中的修长手指便动了动 本能的就想将那些圆毛 安在手下握上一握 将这骨子冲动声声压下 帝君看了一眼犹不自知的小狐狸 忍了一丝笑意 夫人是否十分得意 瞧这尾巴都快瞧上天了 啊 那是 我凭本事将你这么一尊 油盐不尽的尊神给拿下了 可不是厉害吗 怎么 就不许我得意一下 一时没回过神来的凤九 随口将心中所想就这么说了出来 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转眼就见帝君很是配合的点了点头 向自己伸了个大拇指 说道 嗯 我的夫人自然是厉害的 不过 我哪里油盐不尽了 明明你做的菜我都吃了的 就连夫人你 我也是吃了的 味道还挺好 那是 我下厨 同来都是一流的 得意中的凤九还未反应过来 听得帝君似乎是在夸自己 顺便接了一句 可才说完 就见帝君靠了过来 带了一丝坏笑 道 夫人自卫十分美妙 为夫时时牵挂 只是不知 何时又才能品尝一二呢 说着说着 帝君将手从凤九腰间穿过 握住一根虎尾 只用指尖在尾巴上揉捏起来 帝君原本只打算动弄一下小狐狸 可没想到 虎尾手感实在太好 油亮的皮毛出在手心 痒痒的 倒是很舒服 这一舒服起来 手上便湿了些许分寸 倒是将凤九拉回了神 哎哟 凤九轻哼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对着 帝君傻笑了那么久 也不知道有没有胡说些什么 只觉得帝君看向自己的模样哪里不对 明明带着笑 却带了些许戏谑 惦吓狐疑 就听着帝君的声音响起 夫人还是不够专心啊 看来 魏夫似乎少了些许魅力 啊 哪有 我明明很专心在听 凤九有些心虚 嗯 果然很专心 帝君将手在虎尾上捏了两把 带了笑看向凤九 夫人此刻的模样 一看就是很专心的 连尾巴都在专心的摇摆呢 哎呀 哎呀 你捏我 不对不对 我明明没有幻化弧形 你别想框我 凤九觉得 在帝君面前露出虎尾这种事情 肯定不是自己能干得出来的 这样丢脸的事情顶多也就范英谷那么一次 不能再多了 不认这么看为夫 为夫会不好意思的 帝君将凤九小心扶到溪水边 来来来 夫人请看 我可从来不框人 凤九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溪水中清晰摇曳的酒尾 明晃晃的出现在眼前 子依帝君正握住一尾 对着倒影摇了两下 摇曳的酒尾在配上自己这般模样 看上去像骑了一只听话的小狗 不认哭 帝君终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许笑 凤九暗恼自己得意忘形 将手握全锤在帝君胸前 说 我明明很霸气 对不对 嗯 我家夫人最是霸气 这还差不多 霸气的凤九收了狐狸尾巴 同帝君一道走走停停 说说笑笑 倒也没多久便来到了狐狸洞前 往深海边 凤九看着这片往深海 不留得有些感慨 真说起来 这往深海也是见证了 自己同帝君的这一段缘分 自己与帝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 便是在这往深海 虽说那一次 姑姑大婚之时 自己的出场方式略微特别了些 但的的确确是自己作为青秋帝基同帝君的初始 至于后来的那一次 这也是个大喜的日子 只是 这次的新娘 同姑姑变成了自己 而从往深海上飘渺而来的 那个亘古尊神 倒是从街心团变作了新郎官 这么一想 这往深海着实是一块腹地 在想些什么 帝君一只手环在凤九腰间 见凤九望着往深海似是沉思 不由多问了一句 啊 我那个时候 是不是看上去挺傻 两久 凤九竟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来 帝君愣了愣 似乎有点明白凤九说为何 于是带了些许笑意 将两人出见的场景 在脑中过了一遍 最后 给了个十分肯定的回答 嗯 的确是有点傻 凤九当下就有些不乐意了 什么叫有点傻 话本里不是说了吗 但凡是个男的 这种情况下 哪能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真是一点都不讨女孩子欢心 难道就不能来一句 哪有 或者再深情款款地揽了女孩的手 温柔地说上一声 不 小白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很聪慧 再不济 也应该说上一声安慰吧 想到此处 凤九鼓了鼓塞帮子 一个眼神瞪过去 就见帝君嘴角弯了弯 轻描淡写地说出来一句 傻是傻了点 不过 倒是傻得还挺可爱 倒是将凤九愣在当下 一时 不知道该收回眼神 还是该将鼓鼓的塞帮子给恢复正常 当然 帝君却是不再给她更多的选择 直接将双手按上凤九塞帮 好好的揉了几下 边揉 还很是委屈地来了一句 怎么 难道我说错了不成 我家夫人难道不可爱 还用你说 我自然是可爱的 凤九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来 倒是伸出一只手来 就要将帝君的手给拍下来 却不成想 帝君倒比她快了一步 只剩凤九自己向脸边高举着爪子 看得帝君又是一阵笑 帝君将脸凑了过去 在凤九耳边细语 为夫觉得 夫人此番模样 身是生动 的确可爱得紧 说完 伸手在凤九头上轻轻揉了揉 心中想的却是 可惜小白此刻不是狐狸原生 若是那只九尾红糊模样 这么连带着耳朵一手揉下去 手感一定好极了 你还笑 不理你了 凤九被帝君似笑非笑的神情看得有些心虚 轻哼一声 转身就往狐狸洞方向而去 帝君急忙上前 心情大好 带走到狐狸洞跟前 凤九不由地又想起 大婚那日帝君闹出来的动静 心中又是一阵甜蜜 轻推开狐狸洞门 抬步进去 弥谷正在洞中打扫 回头一见凤九二人 倒是几分讶异 又有些高兴 当下扔了扫帚 上前问候 小殿下 帝君 你们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通知一二 弥谷好提早收拾干净 不过 也好 既然你们二位来了 那就在狐狸洞中多玩一会儿 弥谷等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这倒不用那么麻烦 我不过就是随意逛逛 弥谷你也知道 我如今虽有自己的竹楼 可成日都在竹楼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 还不如各处走走瞧瞧 正好还能顺便给帝君讲讲我少事行事 对吧 凤九将帝君拉过来 挽了手臂 微微侧过头去 望向帝君眼眸 眼中带了丝甜蜜 嗯 夫人说得甚是 一切听从夫人安排 帝君微微侧了身 回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弥谷将这两位的互动看在眼里 默默退了出去 青秋冬荒凤中黄 眉间睡我与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枝 再续前缘第42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